大家好,这里是白鱼厨娘 今天的豆腐皮特别的新鲜 花了两块钱买了两大张回来 咱们今天就用豆腐皮带给大家分享一道特别好吃的美食 先把豆腐皮放在一边 我们先准备一点木耳 把木耳放进一个小碗中 少加一点点盐 加入半勺的面粉 再倒上适量的清水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快速地给它摇晃一下 让它浸泡五分钟 木耳用这种方法浸泡出来 既快速又省时间 关键泡出来非常干净 接下来把豆腐皮拿出来 先把豆腐皮改刀切成条 切好以后像这样给它除灭起来 把豆腐皮切成明星片 接下来咱们再来准备点青红胶块 切成那种小块就可以拉 不用切得太细 切好以后还准备备用 再来准备一点小葱 把小葱切成葱花 把葱白还有葱叶的部分再分开切 切好以后放到一边 再来准备一点大蒜 先用刀打排一下 然后切出蒜末 切好以后放进小碗中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适量的鸡精 一点点胡椒粉 再往里边加上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倒上一点点玉米淀粉 再加上适量的清水 搅拌均匀 拌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大家来看一下 这会儿的木耳已经泡好了 用这个方法泡木耳 又快又方便 加上一点盐 可以使水分子快速流动 这样可以加快木耳泡发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多把表面上装东西 还有杂质全都吸附出来 再放进清水里边 自己干净就可以了 把木耳捞出来 接下来在锅里边烧上一些水 水烧开以后 把豆腐皮倒进来 焯一下水 今天这个豆腐皮特别的新鲜 刚倒进来就可以闻到朦胧的香味 倒进来以后 焯水30秒 然后把它控干水分捞出来 这个水不要倒掉 把木耳直接倒进来 焯水2分钟 2分钟之后 再把木耳控干水分捞出来 锅里边少加一点点油 油热之后 把葱蒜直接加进来 然后往里边加上适量的豆瓣酱 用小火慢慢翻炒 把里边的红油还有香味翻炒出来 炒出香味了之后 把木耳倒进来 翻炒几下 然后再把豆腐皮加进来 继续翻炒均匀 看到豆腐皮快要变色的时候 再把之前调好的酱汁直接加进来 用小火慢煮2分钟 等到所有的食材全都入味的时候 再把青红椒全都加进来 用大火翻炒熏匀 等到汤汁变少 这会就可以收汁了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把它盛进盘子里边 这会就可以上桌食用啦 用这样的方法做出来的豆腐皮 香腊入味特别好吃 光是看着这个颜色就特别想吃 每次这样做的豆腐皮 就连家里边挑食的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营养丰富,香味十足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百味出娘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